说交通运输部26号消息 主因疫情防控需要或者是出现其他必须关停的情况之外 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关闭 说1月26号一辆搭载江西赣州及物工返乡人员的上汽大通牌客车 和载7人10载14人 由广东省汕头市出发驶往江西赣州 行至巡沐县境内巡全高速公路31公里加100米处时 与同向前方轻行自卸货车追尾相撞 导致客车上7人死亡7人受伤 公安部派专家组赴更州指导处理工作 说记者日前从海关总署获悉 2020年中国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6.19万批 同比增长20% 扣留侵权嫌疑货物数量5618.19万件 同比增长20% 全年核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163件 同比增长16% 说26号2022年北京断奥会配套工程 太西铁路太子城至重裂段 实现了全线贯通 未来将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交通提供保障 太西铁路南起太子城站 北到内蒙古西林号特展 将于2021年年底之前实现全线建程通车 说1月26号 民航局再发四份熔断指令 分别对凯尼亚航空公司 KQ882航班 内罗币至广州 尼泊尔喜马拉雅航空有限公司 H9787航班 加德满都至重庆 南方航空公司 CZ6044航班 内罗币至长沙 厦门航空公司 MF856航班 雅加达至福州 实施熔断措施 说北京市26号消息 严控第三国人员中转搭乘直航 北京国际商业客业航班入境 隐瞒旅居室和健康状况等信息的 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